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便罢了 后来越来越不对劲 他整个人似乎魂不守舍 直到那一天 怪事发生了 他在家里头看电视 看着看着 居然发现 在家里的客厅 怎么会被他看到了七爷八爷 就出现在面前 他在想 该会自己时间到了吗 越想越害怕 结果呢 这个形象又消失在面前 但他整个人就觉得不对劲了 赶快到庙里去问 一问之下不得了 原来七爷八爷真要来带人 但 要带的对象不是他 那要是谁呢 无意间看到了七爷八爷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我当时是吓到已经脚软了 来自营间的鬼差突然出现在眼前 难不成他的阳寿已尽 一高一矮的勾魂职者是要来终结他的性命 我是看到一个黑一个白 然后就是一个比较矮一个比较高这样子 一黑一白 一高一矮 果然是泛谢亮将军没错 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黑白无常 提到他们很多人不外乎都会直觉跟死亡联想在一起 冰冷的锁链划过地板的垢墙身 预示着死亡正在步步逼近 不过有人曾经亲眼看到了两位鬼差 最后还幸运的大难不死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开始就是身体不自觉不舒服 全身就贪卵好几天了 让我的工作就是很不顺利 以下就是这里常常这边受伤 然后就是不然就那边流血 让我无法正常工作 正直壮年的他身体怎么会突然变差呢 接下来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早上起床清醒在家看电视 眼光看着电视就突然间出现在我眼前 就刚好就站在电视的前面 变成我看得到他这样子 只不过是坐在家里看电视 突然呆自阴间的使者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就是认为说他要来带我走 不是要来勾我的魂 勾我的魂魄要带我 带我带走这样 怎么了 难不成他的寿命已经走到尽头 却不自知 还没有结束 鬼差掏出了一样东西 就朝他扔过去 没多久就看到齊尔猫 也突然拿着他的勾魂锁 朝着我身上一丢 我马上跳起来 全身冒汗 已经好几天 傳說中的奪命所就朝他認去 不過目標不是他 而是在他身後的那個他 因為他的身邊有一個女鬼 已經纏他好一陣子了 可能他運勢低的時候 運勢比較低的時候 那個女鬼找上他 就纏住他 剛好那個女鬼的名單 在七夜八夜要勾魂的那個名單之上 對 在名單上 所以七夜八夜在勾的時候可能 因為他的運勢已經極低了 已經極低所以他的眼睛 可以看得到七夜八夜 在背後糾纏的阿飄 才是鬼差這一套真正的目標 只不過親眼看到了鬼差 一般人沒被嚇死都丟了半條命 他也是一樣 雙腿一軟 倒了下去 之後就像失了魂一樣 無法振作 當時看到七夜八夜的勾魂所 丟出來的時候 他就以為說七夜八夜是要抓他 所以他就跳開 那在跳開 他嚇到跳開的這個瞬間 他的三文氣破就可能會跑掉 這樣下去實在不是辦法 只好找來專駕幫忙 白天來找我的時候 他就是整個人昏昏沉沉 然後癱亂 然後腳一直在抖這樣 我就看到他不對勁了 一看就知道這是個緊急案例 要是再晚個幾天處理 恐怕就來不及了 如果太久的話 三文氣破回來了 那他可能這段期間他會失憶 都沒有贏回來的 那他這個人就會 他就會精神他會慢慢降低 那智商也會慢慢降低 然後就是跟平常人會不一樣 可能我們就是跟他講東 那他是回答西 或者是他的 他的神智可能就是只有在 小孩子或者是在哪一個階段 就停留在那裡而已 被鬼差給這麼一下 三文氣破脫離了居體 好在神明及時出手幫忙 救回一條性命 神明就是做一個儀式 把他的三文氣破叫回來 叫回來 對 那這個儀式時間還滿長的 就是要一魂一波慢慢叫 把他魂魄叫回來之後 錄到他的肉身之後 看到他三文氣破 全部在肉身之後 他這個人才會慢慢的好玩 不過既然鬼差不是來抓人的 為什麼還能夠看見 他們的身影呢 其實他當時磁場 已經跟那個女鬼磁場 是一樣的了 所以那個七野八 也是要來抓那個女鬼 那導致這個當事者 他也看得到這個七野八 黑白無常這兩個人 他自己是沒有決定前 他能夠只能做接受命令 那命令來是誰 閻羅王跟判官 因為他們有一本生死部 那記載的所有這個陽間人的姓名 跟他的這個壽命的多少 所以才有這個說 閻王注定你三根屍 誰敢留你到五金 傳說中的黑白無常 並沒有實際上的權利 能決定誰該生 誰該死 只是負責帶走名單上面的人 而他們兩人的身世 民間也流傳著不少的說法 黑白無常又能被稱作 犯謝將軍 傳說黑無常本名叫做 犯無舊 白無常本名叫做 謝必安 最普遍的說法就是兩個人 原本是衙門的差人 沒有想到 犯人在鴨姐的路上逃脫 他們最後巡人不走 雙雙死亡 也成為了陰間鬼差 七爺八爺就是黑白無常 七爺就是很高大 穿著白色的衣服 戴著高帽子 他上面寫著一件發財 對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就是謝將軍 那八爺就是矮小 穿著黑色的衣服 然後呢 他的帽子就寫著一件平安 這個就是范將軍 人見人怕的鬼差 帽子上面卻是寫著招服的話語 不免讓人覺得有很大的反差 關於范謝將軍 也不只有恐怖的傳說而已 那在於墳墓 范阿波 遇到白無常 如果朝他丟這個磚頭 石頭 那這個七爺 他會拿他身上的這個金銀 財寶跟你回家 所以說看到這個七爺 就是會看到他上面寫的一件身材 是這樣的由來 他在馬來西亞 如同是我們在台灣的 三太子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台灣三太子 在凡間辦事是很普遍的 那他在馬來西亞 其實把野下來辦事也是很普遍 而且大家會把他視為他正神 一個正神 對 那有的家裡 甚至還會供奉七爺八爺 對 把他當成是一個財神 或者是心靈上的一個寄託這樣子 一樣都是鬼差 但是在別的國度 竟然變成了財神 這樣超大的反差 也讓人覺得相當不可思議 只不過這些有趣的藝文 還是很難扭轉他們在普羅大眾 心中的形象 而其實類似的鬼差募集經驗 在過去也曾經發生過 就有一名網友分享自己 在超商上大夜班的經歷 內容就是在凌晨兩三點的時候 超商裡頭突然進來了 膚色一黑一白的兩位客人 說要買煙 他收錢結帳之後繼續忙 沒有想到回頭一看 兩位客人竟然就這樣 憑空消失 而煙也留在桌上 他回過頭繼續去檢查收銀機 發現裡面疊的哪是紙鈔 而是一疊的往生錢 這也更讓他確信自己見到了 傳說中的七爺八爺 看見鬼差的經歷 對當事人來說 就像是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儘管奪婚所的目標並不是他 還是留下了很深的陰影 就是當時我已經下到我一個魂 已經失去在我身上 他請神明幫忙我 把我的魂叫回來 渡我的肉身 我才開始回到平靜 好平凡的生活這樣子 他可能用現實生活方式 他就沒有辦法得到一個 完好的解答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要找到一個 合理化的一個藉口 來降低我們的心理的防衛基短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用 用神鬼之說來因應我們目前的 這些變化或者解釋這些無法發生的 一個行為表現 這一段親眼看見鬼差的神奇經歷 或許沒有辦法判斷究竟是真還是假 不過對當事人而言 遇上黑白無常 還沒有丟了性命 或許就是這輩子最幸運的事情 為何要去做 我會想要做 一段時間 你會想要做 好嗎 我會想要做